8月22日,2018亚加达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开战,最终面对实力强劲的这本军团,未免冠军中国队在1比0领先的情况下,连输三局1比3同时金牌无缘未免,第一场单打。 陈宇飞发挥出色,21比15,21比12直落两盘,轻松的2比0,赶掉了世界排名第二的闪口戏,大涨了中国队的士气,可是第二场的双打比赛,中国队的最强组合,陈青陈甲一板发挥糟糕,0比2不低辅导游记广田采花组合,两局的比分是21比12和21比17,第三场又是单打比赛, 和冰交队正奥远希望,和冰交16比21输掉第一局,但是21比19扳平,关键的角色于他因为受到了伤病的困扰,一度2比16落后,连追14分险些大逆转,但最终还是15比21输球,角色的第四场比赛, 黄东平AMP正欲组合对战松有没做技AMP,高桥李华,第一局中国队就很快自比10落后,努力追的无力回天,最终16比21输球,第二局中国队一度5比3领先,日本队实力明显更强,11比8反超后,打出了10比3的攻击波,最终2比0拿下了比赛, 完百,中国女女20年5年冠美大纪录作股,日本48年来第一次称霸亚洲日本队这次获胜,是他们历史上第三次赢的亚运会女团的金牌,也是时隔48年以来第一次夺冠,而中国队自1998年以来,连使5届亚运会参临金牌的汇黄纪录就此作股,中国队正式从亚洲霸主的位置上退位。